Rib 是AI 換臉的工具 只需要一張照片就可以為影片或圖片換臉 千萬不要用它來做壞事 我們會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Demo 第二個部份是安裝 第一個部份 我們會說Rib 的 command 如何使用 GUI 如何使用 以及說在 Stable Diffusion 內 其實可以安裝一個Rib 的 extension 令到 Stable Diffusion 都可以使用Rib 第二個部份是安裝 其實用不太難 但是安裝是非常麻煩的 很繁複的 它有分為基本的安裝 如果你希望想加速的話 它有一個 Acceleration 的安裝 如果安裝有什麼問題 可以到最後部份 看看究竟是如何安裝的 Groob 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Swap 即是換臉 第二個階段是 Enhanced 即是做一個面目收服的 我們先看看 Swap 的階段 我們有兩個 Input 就是 Source Image 和 Target Video 這個 Source Image 必須包含一塊面 Target Video 也要包含最少一塊面 這塊面 Source Image 要換入那塊面 而 Target Video 會被換出 Target Video 最終會不見了 Target Video 最終會不見了 會被這幅圖的面取代 得出來的 Output 就是一個 Video 那它就 那個面會被換走 OK 但除了那塊面之外,其他內容就會同樣 這個就是 Swap 的階段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 Swap 的階段 得出來的 Output 的 Video 那塊面是非常粗糙 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你要走進去 Enhanced 階段 令到那塊面變得更好 即是說,我們在 Swap 階段的 Output 其實就拿下來做一個 Enhanced 令到修復那塊面 令到 Video 那塊面會變得更漂亮 所以它是分兩個步驟 或者兩個階段去做的 這裡有兩幅圖 左邊就是換了面 右邊就是換了面 以及修復的 你會發覺它有很明顯的分別 在左邊這裡,那塊面明顯就是 眼耳口鼻都看不清楚 非常之朦朧 在這裡也有很多鋸齒 你很明顯看到那塊面不是屬於原本這幅圖 右邊這裡,你看到那塊面 眼耳口鼻清晰了很多 其實比較難以分得出 究竟這塊面是否屬於這幅圖 效果是好很多 我們先說一下它怎麼使用 在 RUB 櫃子裡 它有一個叫做 RUN.PI 的script 行走它 就會有一個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一個 GUI 我們執行這個 RUN.PI 它就彈出一個Windows 你可以選擇 面子 選擇Target的影片 即是需要轉 那個 影片 你再按 Start,它就會再問你那個 Output 那個影片的名字 OK Destroy就關掉 我們再去 Github 頁 Usage 頁 它就有教你怎樣使用 Python WonderPy,我們也是這樣做 但後面 原來可以跟很多的 option 剛才看到Windows 你就可以選擇 Source Image Target Image 或者Video 以及 我剛才說到 一按 Start 需要輸入Output 其實 GUI 主要幫你 輸入這些東西 如果 你在 行Script 的時候 打這三個 -s,-t,-o Source Target 和Output 都打完 它就會進行 Headless Mode Headless Mode 不會輸入Windows 給你選擇 因為你已經打完 你不需要再選擇 Windows 幫你選擇 其實 GUI 比較激勒 下面很多東西 都選不到 你必須 你必須 在 這裏用option 這個形式 在Command 打出來 即是它後面 要打一大堆東西 即使你不打這幾個 它會彈出一個Windows 但你後面的一堆 有些重要的 是要打的 有什麼重要呢 譬如這個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叫做 Frame Processor Frame Processor 可以選擇 Face Swapper 和Face Enhancer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我們要換面的時候 那那個 Frame Processor 就要設定 Face Swapper 換面的時候要設定 Face Swapper 如果要 做一個面部修復的時候 就要 按Face Enhancer 因為 你就這樣換面 其實它很生硬 即是類似的結果 就是Key了 在那個Video 是非常生硬的 如果你 再之後做一個 Face Enhancer 那它就會 靚了 那個Video的Output 就會好很多 是兩個步驟 先做 Swapper 再做Enhancer 即是兩個階段 當然你可以直接 做Enhancer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一般都是先做Swapper 然後做Enhancer 先鍵了面部 然後再 優化 整理好面部 所以你要選擇 Face Frame Processor 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 打 Frame Processor 這個也 重要的 就是 KEEP FPS 就是 當你的Target 那個Video 是甚麼 FPS 如果你打完這個 它就會 把Output 都設定同樣的FPS 即是 多少個Frame 如果它沒有打的話 Default 就是 和你設定的Output 是30個Frame 否則你打完後 就會跟著 Target FPS 是多少呢 它的Output FPS 是多少 OK 我們再看 這個 Video Encoder 即是Output Video Encoder 你可以選擇 比如264 X264 X265 等等 另外這個 亦重要 Output Video Quality 即 輸出影片的質素 由0到100 0是最好 0是最好 100是最差 不要調轉 那 這個是Execution Provider 其實我們之前說 Acceleration 的時候也看過 如果 你是打CPU的 它就 沒有加速 如果你 跟著我們之前做了那個加速 那你就可以 打Cuda 那你就可以 做了那個加速 Execution Provider Cuda OK 我們看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裡 有一個影片 就是有一個女人 跟她的 寵物狗在玩 這個是一個 外國人 這條影片 沒有聲音 13秒左右 12-13秒 差不多 我們就想把這個外國人的面子 換掉 OK 我們試一試 如果用rub可以怎樣做 Python 我們可以根據剛才的usage 教你怎樣使用 打了一些option 包括 Frame Processor 我們這次設定是 Face Swap 因為我們這次 是 屬於 換面的階段 而不是優化的那塊面 是換面 所以 Processor 就選擇 Face Swap Output Video Encoder 我們選擇 X265 X265 Output Quality 我們選擇最高的 0 Keep FPS 即是 原本 剛才剛才的Face Swap Face Swap 是多少呢 我們輸出的Face Swap Face Swap 是多少 看看剛才的 50fps 50fps 另外 Execution Provider 由於我已經 跟著加速 設定好 所以我這裡是用cuda OK 它會彈出一個Windows 因為我們沒有選擇 Source、Target和Output 所以 在這裡沒有打,所以它會彈出一個Windows 出來讓我選擇 我先選擇剛才的影片 接著選擇 一塊臉 是換了這裡的臉 這個選擇一個圖片 我們選擇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也是Stable Diffusion 展示出來的圖 OK 我們就可以開始 Start 一按Start的時候,它就會問我 Save 去哪一個位置 我們就 把它 轉做 改名 叫做Pet Swap 因為我們有兩個階段 我們要分清楚 究竟它是Swap 還是Enhanced 那 一按 後面就開始 要 等一等 如果你是首次執行,可能就要和你下載一些 Models 你會看到 Processing to Video Succeed 可以打開 Output 影片出來看 但你不要期望它有很好的質素 因為 只是完成了Swap 那個階段,只是換了臉 你會看到 其實那臉的邊緣 有些不是太自然 相比起其他部分 那臉好像是 Key了下去 我們就要進行第2個階段 Enhanced 到時 這裏的臉就會好看很多 我們可以在Ctrl C停止 或者找這個 Destroy或者靠叉 你可以繼續打 但這次我們不是用Face Wrapper 而是 Face Enhanced Enhanced R Enhanced 其他的都照舊 其他東西都照舊 執行這個command 由於我要 優化那塊臉 所以我就不需要 選擇 一塊臉給它 我直接選擇Target 但Target 不是原本外國人一個 而是我今次 轉了那一個 這個很重要 不要撈亂 這個是已經轉了臉 臉比較生硬的video 我們要優化 這個video的臉 所以這次的Target是不同的 這次的Target是轉了的 還有這裏是不需要 選臉的 OK 我們start它 然後選擇output 我們叫做 Ped Enhanced Ped Enhanced Ped Enhanced 稍後它就可以 將這塊臉 優化 已經變化了 Enhanced的階段也完成了 我再試試看 你要發覺現在的臉就更加自然了 好 我再比較三個video 我們三個video並排來看 最左手邊這個就是原本外國人的影片 中間這個就是換了面的影片 最右邊這個就是 換了面之後 再enhanced的影片 你會發覺如果只是換面 那塊臉就會特別蒙 相比其他地方 那塊臉是特別蒙的 例如外面的狗 身體也很清 只是這塊會蒙 如果你再做了那個enhancement 那塊臉就會變成清 OK 在Stable Diffusion 裡面 你都可以通過安裝 Extension 用到那個Rub 我們按 Extension Available Load From 這個 Index 然後搜尋 然後搜尋 ROOP Rub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叫SD Webui Rub的延伸 安裝了它 然後restart UI 那就可以了 當然了,你亦要安裝 C++的Rub和 C++的Build Tools 如果你跟了我之前 在installation的Section Basic installation Basic installation的步驟 你應該是 可以直接 安裝完這個extension之後 就可以 在Stable Diffusion 裡面 使用到 Rub 解釋大家已經安裝好那些extension 現在我有一段提示詞 就生成了一張圖 這張圖裡面有一個外國的女生 我就想換了這塊臉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打開Rub 這個section 然後上載一張照片 而這張照片一定要有一塊臉 這個意思就是把這塊臉 換到這張照片 這個target 我一定要選擇Enable 否則就是沒有效果 這裏有一個叫做 Coma Separate Face Number 如果Target 如果有多過一塊臉 它可以讓你選擇 換哪一塊臉 可以多過一個 所以這裏可以打Coma 這裏面 由零數起 零一二 例如 換第零塊臉和第一塊臉 就是零一 由於這裏只有一塊臉 只打0就可以了 Restore Face 這裏就是面部修復 你可以選擇不修復 用Codeformer這個算法來修復 又或者用GFP Guine這個算法來修復 另外就是有Visibility 例如你選擇了某一個 面部修復的算法 如果你的Visibility是0 就相等於沒有修復 如果你覺得Visibility太高 可以調低一點 但一般來說1都OK 我們會先試一下 None沒有修復的效果 這裏可以選擇upscaler 放大算法 放大算法 放大多少 但我們這裏就不修復了 我們只是看看 面部修復 那裏 看看 沒有面部修復 只是換面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就是沒有做面部修復的 純粹就是換了面 一般來說都很嚇人 沒有做修復的 你看到他眼耳口也看不清楚 非常蒙 所以 基本上你都沒選擇了 一定要修復的 我們試試用Codeformer 再看看效果 修復了之後 其實他的臉 就會 好了很多 但也 未必一定會好看 好 現在就是用Codeformer 做了面部修復 你看到他 只要考慮面部修復是清晰了 好看了 但是 他似乎 這面不太 融入到這張圖 好像浮浮的頭 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 那 這個 Extension的作者 建議一個方法 改善這些問題 你可以把這張圖 傳到 Image to image 繼續 收拾 現在的提示詞和圖已經 過了Image to image 我們還要設定 Denoising String 這也就是代表重距的比例 當Denoising String 越低 就代表 你生成出來的Image to image 就越接近圓圖 如果你低到0 即是沒有改過 根本上就和圓圖一模一樣 但是 我們就是期望他想改一些東西 因為現在的圖 不是太自然 我們要想他改東西 但是 我們就要他改到 不是太多 因為如果你改得太多 去到1的話 他基本上就出了另一幅圖 就是 即是說 可能 根本上就不是這個人 我們就不想他設定得太高 所以肯定是 低 的開始事 由於 他越大 效果越好 所以 你要設定哪個Value 就是要自己平衡 越細 越貼近圓圖 越大 越偏離圓圖 但是效果越好 我們從0.1開始試 現在這張圖的問題 其實就是 面 太Sharp 然後外面 有少少模糊 令到他的反差太大 所以令到他 有點不自然 你看看 如果從他0.1 你發覺現在的照片 自然了很多 首先 入面 那塊面 其實就沒有那麼Sharp 但是外面的頭髮 你看到它是Sharp 整體上來說 就是自然了 相比起這個 你就要自己 衡量 究竟 哪一個 Denoising String 的Value 是正確的 如果你不滿意 繼續調高Denoising String 但是 不要調到那麼大 調到很大 基本上你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我們先安裝Rib 打開GitHub 頁 拉到Installation 頁 它提供了兩個安裝文件 第一個就是Basic 你跟著Basic 去安裝 基本上就可以使用 但是它會比較慢 如果你比較多影片要處理的話 你可以考慮跟著Acceleration 這個文件 去安裝 它就會 快一點 我們會先說Basic 安裝 然後再說Acceleration 是一樣的 在這裡打開Basic的文件 你看到它 第一步要安裝很多東西 包括這裡 這一堆 還有這兩個 Python Git 還有Fmpad 如果是Windows的話 亦要安裝 Viso C++ Redisible 還有 還有 C++的Build Tools 假設大家已經懂得安裝Python 以及Git 已經安裝過很多次了 我們這裡就不說了 我們就說說如何安裝Fmpad 打開這個網址 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選擇Windows版本的FFmpad 有人就已經將它 製造成EXE 你可以選擇從這裡或這裡 去下載 兩個隨便一個 我們選擇 上面這個 拉下來 FFmpad Git full 下載了 這是一個7zip的文件 下載完之後 可以解壓縮 你想要安裝的地方 然後 設定Path 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下載完FFmpad 並且解壓縮在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邊的Folder 進去後會看到FFmpad.exe 要把這個位置 copy 然後加進System Path 打開Environment Variables 然後去Path 加回這條Path OK OK 這樣就安裝好了 我們試一試找不找到 FFmpad的操作 打開Pathshell 或者操作操作 打開FFmpad 如果你看到類似的Output 即是它已經找到了 顯示了 Version 然後 Build的Configuration 等等 代表你已經成功安裝好 FFmpad 再回到 Basic Installation Pathshell 安裝好Python 安裝好Git 剛剛也 安裝了 FFmpad 因為我們使用Windows 需要安裝這兩件 C++的Reditribute 以及Build tool 安裝這個Reditribute Agree Install 已經安裝完了 我們關掉 再回來 Basic Installation 打開 Build tools For C++ 然後 下載 打開 這個很快 3.6Mbps 但安裝相對比較久 我們執行Build tools 你會看到 Visual Studio Installer 這個很快 我們在這裡選擇 Desktop Development With C++ 然後 install 你會看到 需要8.9G 安裝 現在已經安裝好Build tools 你就可以 Reboot 我們已經完成第一部份 即是安裝Python Git FFmpad C++的Reditribute 以及C++的Build tools 然後 要去第二部份 空了Repository 把Rub的Project 下載 Copy了這句 Command 打開PowerShell 或Command Prompt 我們現在在X這個位置 我就執行 Git空的Command 走完之後 它就會在X這個位置 開了一個 Rub的Folder 安裝了 空下來的 Source 部分人 就自己開 1300 Python 現在是自己暴减的 Source 需要的package,用 pip install-requirement.txt 回到这里,进入rope的folder 然后建立虚拟环境 python-mvenv 进入虚拟环境 多了一个folder,把package安装在这里 激活虚拟环境 进入虚拟环境 env scripts activate 现在在这里,已经进入env的虚拟环境 可以按键 clip install-out-requirement.txt 这个也要等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可以试试 它会用run.py来试 但如果进入run.py,一定要进入虚拟环境 好像刚才那样,要进入虚拟环境 如果退出虚拟环境,可以按deactivate OK 已经安装完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 basic的安装 已经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但会比较慢 如果想快点,可以跟着acceleration的文件 去安装 我们现在打开acceleration的文件 我们是用NVIDIA的卡 所以要安装 按下cuda-toolkit-11.8 还有cudnn-for-cuda-11.x 我们先下转toolkit OS 选用windows 选用10 选用network exe 按下转toolkit-11.x 另外就是cudnn-11.x 这个是必须要注册了 然后登入,才可以登入 如果未注册,注册了登入,就可以登入 我们找回 version 8.9.3 cudnn-for-cuda-11.x 就是这个 Local installer for windows 这个sip 安装cuda-toolkit OK Agree and continue Next 已经安装了cuda-toolkit Close 现在这个cuda-toolkit 就安装在这个位置 打开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 将下转了cruidnn 那个sip的文件 unzip了 将这里的 这些东西 塞在这里 这里 OK 这样就可以了 現在還要下載一個名為Zlib的DLL 我們去NVIDIA這個網址 找一個名為Installing Zlib的項目 是for Windows 第一個是Linux 所以別管它 下一個 這個就是for Windows 這裏教你download and extract Zlib的package 從這條連結 但如果只按下載,是不行的 所以下面教你 你可以save as 這樣做 或是Copy URL 開Bowser 開另一個tape 就這樣 paste 然後save OK 現在就可以download 將剛才下載好Zlib的文件 解壓縮 你就會找到其中一個文件 叫做zlibwapi.dll 我們只需要這個文件 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必須要在System Path 找得到 我現在就放在這個位置 我先copy那條path 然後去Environment Variables 修改回Path 再加一個 在這裏 在這裏 之前我們加了FFm Pack 在這裏 這次我們加了Zlib 在這裏 OK 我們安裝完 連Cuda的toolkit 和CudeDNN 然後 去第二步 install dependencies Cupy Cupy這兩行的command 先安裝了這兩件東西 然後再安裝 GPU的版本 我們去Path style 走回這兩個command yes OK 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回到這裏 第三步就是教你怎樣使用 就是用run script run.py 加回Execution Provider 用cuda 而不是用cpu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加速